前面的头发你可以随便 你有中风你就分中风 你是三七分你就分三七分 这个没关系的 有刘海的就把刘海留下来就好了 我的头发真多 你这个是睁眼说瞎话吧 你是不是睁眼说瞎话呢 给你看一下我的头发多吗 可能有的姐妹总感觉我头发多 我不是头发多 我是头圆 我是头圆 我不是头发多 你们这样 你觉得我头发多吗 我的头发只有别的主播的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你看就只有这么一根 人家的头发多的就是这么两根了 我才这么一根 而且我这里还是松的 我还没有扭很紧 如果我扭紧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了 姐妹们 然后给你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我是头形 我是这两边圆头顶塌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发料问题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 是吗 我们刚开播呀 我们才刚开播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下一个发型 这里的头发你可以分中分 可以分三七分 有刘海的就把刘海留下来 头发多不好弄 是吧 这样正好 对我的头发是不少 但是我不守卫特别多的 其实头发多做发型很好看的 你看我们之前 关注过很久的 都知道我们以前在那边播的时候 哇 那个主播头发多的 羡慕死了 羡慕死了 接下来我们这样取头发 对着往上取头发 然后这边你就留这么一小股头发 就可以了 明白吧 姐妹们 这里就留一小股啊 其他的头发拿在手上 然后不要往上梳啊 你的头发很少 不是你头发很少 是你头发细软 他并不是说不好弄 是你没有学会 一般情况下来说 大部分姐妹的头发是细软的 我的头发是稍微偏的 也不算很粗 但是也比可能 比细软的姐妹要粗一点 所以看上去好像很多 摸在一起就不算很多了 因为他牛井的话 真的就一根大拇指这么粗而已啊 然后我给你们教一下 这个发型我们要给他梳光滑 梳光滑之后呢 把这个头发放到一侧啊 放到一侧来 这里的头发呢 你要给他绑一个体巾 绑在跟我们耳朵平起的位置啊 你看就绑到侧面 你绑右边绑左边都行啊 看绑的时候 刚好绑在我们耳朵平起的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头型就会很扁 咱们给他往上推是不是有蓬松感 你先不要着急去推 你的头发绑在左边的 左手再拿一根皮筋 头发绑在右边的 右手再拿一根皮筋啊 拿上皮筋 把我们的头发往上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之后 把这个皮筋拉过来 给他绑个一下 绑好了之后 姐妹们你看 我们上面的头发也给他这样啊 上面的头发拿起来往下对折 对折完了之后 我头发比较长嘛 咱们给他再对折一下啊 然后再继续对折 然后把你这个手上的头发 拿过来绑个一下 如果这个皮筋比较松的 姐妹你给他绑个两下 就像绑马尾一样 先给他绑两下 绑好了之后 这个就是把它折成了一个 类似于蝴蝶结的效果啊 把这个小蝴蝶结先折出来 然后呢 你看蝴蝶结是不是会翘边 上面小下面大 不好看嘛 咱们把这个蝴蝶结上下 给他扯的一样大 知道吗 上下扯的一样大啊 扯大了之后 你把这个蝴蝶结贴着头皮 往上推一下 这样我们左边的头发 就已经有一个蓬松感了 头型就好看了啊 要不然他很扁 这个推上去之后 手不要离开 你再来用上一个抓夹 用一个抓夹 直接夹在我们这个蝴蝶结中间 然后把这个蝴蝶结上下 再去扯一下 看到没 上下再去给他扯一下啊 扯上一个 就是上下一样大就好看了 然后就现在有了抓夹的支撑 你就可以去把头发拉扯松了 你把你的头发这样拉扯松过之后 你的头发也不会再塌下去了 右边的头发不需要拉太扯松啊 稍微拉一下 调整一下 头顶的头发呢 我们也给他这样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新中式的发型 也是适合你们日常去扎的 因为有些新中式 他可能要搭配的那种 就是特别的古装感的发型 才好看啊 所以这种不需要 下面的头发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个卷发 因为我觉得卷发会更加阳气 卷发会更加阳气啊 直发就会比较的低调一点 然后你们也可以从这个位置 边上几根麻花辫 这里边上一根两根三根都行 多边几根啊 纹理感会更加有 有一个 就是显得整个人更加有优雅一点点啊 这个发型大家学会了吗 这就是新中式的发型啊 前面有刘海的把刘海放下来 你看 前面是长这个样子啊 从前面看是不是也能看到这个蝴蝶结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效果 后面是这个样子的 后面现在就长这样了啊 后面是不是也很好看 然后你们实在是不会折蝴蝶结的 你想做新中式的发型也没关系 咱们把这个皮筋给它取掉啊 蝴蝶结要几个皮筋 一个皮筋就够了呀 然后把头发取掉 取掉之后你把你的头发给它扭一个侧丸子头 侧丸子头也很适合搭配我们的新中式 你看把这个侧丸子头的尾巴绕进去 绕进去之后 咱们这个位置也是同样啊 你给它用一个花夹 因为新中式的发型就是要搭配这种花花夹才好看 对吧 就要搭配一个侧丸子头 然后你看我这里的头发是不是又可以拉盆松了 拉盆松它也不会塌下去的 这个是侧丸子头 侧丸子头也可以搭配我们新中式的发型呀 然后你中峰的呀 后老勺编发的也可以搭配新中式的发型啊 这个是后面的效果前面也很好看 后面也很好看 这个只要蝴蝶结大家学会了没有 没有学会的姐妹扣个1 如果学会了的我就给你换一个发型去浇 这是另外一个颜色 是不是这种上头还挺有层次感的 你就不会说感觉整个人光秃秃的 要不要穿衣服没风格啊 哪怕可以扎不 如果你头发能到锁骨可以 到不了锁骨的话 这个发型是扎不了的 这个发型如果是短头发就扎不了 扎不了太多啊 没看懂是